2019年,时某遗址入选了世界重大考古发现, 而且即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。 学者孙周勇认为, 时某兴盛于4300年前, 衰落于3800年前, 或者更晚。 时某的地位一直是争议比较大的, 有人认为时某是荣敌之城, 有人认为是皇帝居役,等等。 作为史前最大的城市, 时某正逐吸引着人们的眼球, 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 时某在中华史上的具体地位是怎样的? 考古学界上有包有匾, 至今是公说公有理, 婆说婆有理。 那么,如何客观评估时某在中华史上的地位呢? 近年时某遗址的古DNA研究成果出炉了, 我们可以集由分子人类学去看时某, 从第三方的角度去评估。 吉林大学生命科学院的科研团队, 6月1日在科技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。 这篇文章公布了55个古DNA的类型, 这些古DNA分别来自黄河、辽西、 黑龙江流域, 对于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,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 论文可看到, 时某的两位居民分别属于欧系、 C系、欧系那位居民是现代汉族的主流类型, 属于汉族三大支M117的下游支系。 C系那位居民属于C系的南支, C南有一个支系是中原龙山文化的原居民, 他们分布的地域比北支要南一些。 另外, 这两粒样本出自神木县的神戈达梁遗址, 神戈达梁与石某同期, 是拱卫石某的小型聚落之一。 说到这里, 相信读者已经不敢小觑石某了, 石某的居民居然有现代汉族的主流类型。 稍微了解分子人类学的朋友都知道, M117是汉族三大支里面人数最多的支系, 石某居民具体为M117, 下游的F2137。 根据公布的数据, F2137爆发于5700年前, 这个时间段是红山文化、 养韶文化的辉煌时期。 然后, 在甘肃一带的摩沟遗址、 辽宁和内蒙古一带的大山前遗址等, 都曾发现F2137的足迹, 在大山前遗址的战俘坑里发现了F2137, 怀疑是大山前所属的下架殿上层文化的敌人。 即F2137为下架殿下层文化人群。 下架殿下层是红山文化的延续, 属于农耕经济。 在发现F2137的遗迹里, 所属居民大多是以农耕经济为主的, 推测F2137是一支农耕部族。 而石某的经济类型呢, 学者认为是半农耕半畜牧的, 所以F2137可能是代表时髦里农耕的部族。 F2137在中国男性中的比例为1.86%, 按人口比例换算, F2137有1000多万的人口, 在众多知系里面, 能上1000万人口的知系并不多。 由此可见, F2137是后裔众多的, 是M117下游的主要知系之一。 既然F2137是现代汉族的主流类型, 石某自然不是一个偏安易于的势力。 而且, 考古学者许鸿已经指出, 陶寺遗址是被石某人所灭的, 而陶寺一般被认为是瑶都。 综合以上可知, F2137在华夏形成的早期, 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。 另外, 石某这位F2137居民的母系是D5, D5类型高频与阴虚一致。 再加上, 有学者认为, 石某石雕为商周青铜器纹饰的源头, 石雕的风格与二里头商周青铜器上的饕贴纹几乎一致, 进一步说明了石某人和阴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 石某的另一位居民, 属于C系南枝下游的CTS-3385体量要比F2137小得多, 它是非主流的类型。 根据数据, CTS-3385爆发于6500年前, 爆发时间比F2137略早。 但从整体来说, C系南枝在现代汉族的占比规模不如M117, C系南枝参与了养韶文化、龙山文化的发展, 他们也是华夏早期的重要成员。 这位CTS-3385居民的母系是GRA1, 是一个在中国北方地区极为普遍的类型, 在陶寺遗址, 掩尸商城也发现了GRA1。 根据研究数据, G2高频于现代的华北汉族等。 此外, GRA1还建于伊朗5700年前的遗址之中, 在地中海欧洲人群也占了7%的比例, 可知D5A高频于北部偏东, GRA1则相反, 比较偏西。 由此可推测出, 时髦遗址这两位居民可能来源于两个不同的部组。 时髦遗址发现了两个有效的DNA样本, 通过和现代数据对比, 显示出一个属于现代汉族的主流类型M117, 另一个是非主流。 M117在现代汉族里占比16%, 就是说在中国约有一亿男性属于这个外单背群。 可见时髦人群理应是有可能参与了中原逐鹿的势力, 而非偏安易于的荣抵。 考古上也有两个明显的证据, 证明时髦的强大。 一个是陶寺遗址是时髦人群所摧毁的。 另一个证据是, 建成史前东亚第一大城, 时髦城所需要的人口规模, 不会少于二厘头遗址, 时髦社会的动员力甚至远高于二厘头。 时髦统治者具体对应史书文献里面的哪个人物, 还有待争议, 但可以肯定的是绝非等闲之辈。 有粉丝会问, 这两个样本会不会是战俘? 不会, 根据发掘研究整个M117大系都以西北为大本营, 所以F2137更应该是土著。 F2137在现代陕西地区还是呈现高频, 可见它们是历史长河里的获胜者。 另一方面, 两个时髦居民的母系不同, 一个偏东, 一个偏西, 说明它们来源于两个不同部组。 我认为, 时髦曾生活着两个以上不同的部组, 包括本土居住的农耕, 渔猎部组, 以及来自草原的部组, 基因检测的结论和考古相符。